此般崩坏下,作为女性,除了恐惧,我们还能做什么? 想必大家也看到,在这片土地上,女性可能无差别遭遇的生命途径 尖锐的手习惯了刺入女性的血骨和子宫 人人争相分食,女性一直作为这个荒诞社会的承重墙 侮辱和损害在女性的生命体验中无孔不入 遭遇各种罪行,却无法被当作人得到应有的生存保障 虽然焦虑和恐惧都是对于不安全的大环境下正常的心理反应 但绝非自怜的时刻 沉沉于恐惧会助长自己的怯懦 恐惧也只能证明压迫的绝对有效性,让敌人显得高大 所以姐妹们,除了恐惧,我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要化悲愤为力量 剔除女权筛选机制施加在我们体内的蛊惑 被困在性别的定型化想象中太久 我们都忘记了自己也可以有强健的体魄,壮硕的精神 可以抵抗伤害,反击敌人 这种时候,我们更需要变得强大 从精神,体魄到能力的强大 其实我们已经是被层层筛选过的女奴的后代 从体格,精神,智力各方面都一定是更容易控制的女人 才会被留下来 即使如此,我们仍然诞生了 我们仍然违背了一切复习期待的结果站在这里 所以相信自己 每个女性都有能力燃烧自己愤怒的力量 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和尊严 感谢观看 再见